经过搜救人员以及相关的土木工程专家的紧急会商之后呢 他们商量出了一个新的搜救的方案 那就是在大楼的顶部进行一个局部的破坏 这样呢能够让搜救人员直接从顶部呢进入到大楼的底层 倒塌大楼的底层就像被压扁的三层蛋糕 全台湾人的心跟着救援人员在缠砖碎瓦 裸露钢粮中剩下其福 大家新闻许叔妹编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